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车子上面都是水 准备去一趟单位 看一下气温多高啊 6度 温度倒不算太低 前两天出门的时候早上连到3度 从大概10月底开始 11月初 这边欧洲疫情暗时反弹 然后政府就实施了新的抗疫政策吧 就收紧了 然后就开始强制居家办公 和今年的春天一样 所以到现在我一天也没有进过办公室 但今天要去一下 我要去打印几张重要的东西 要寄个包裹 所以待会去单位看一下 今天是一个什么情形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因为之前HR发过几次邮件 就是告知大家居家办公仍然是在实施之中 如果要去厂里面去单位的话 理论上是需要得到 你们这个大部门的老大 就这个总监要批准才行 但实际上这些要求呢 都不是那种强制性的 都是那种软性的 你要真的去的话 也没有人真正去检查这些东西 你们春天的时候我也经历过 好吧 现在我就出发了 全身露水 前面有个红绿灯 载一下修路 所以炸了个零死的红绿灯 物增大呀 能见度的话 我目测大概也就一两百米的样子吧 前面的货车呢 正好最多能看到这 大概150米左右 我估计 就在这刚才看到的 我已经到我们单位的停车场了 这是我们的办公楼和厂房 我以为没人 这边因为比较远停车位 都是空的 那也停了一辆 但是办公楼的附近 车子还是蛮多的 我原以为没有人的 因为我已经离开办公室 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没想到车子还这么多 看起来办公室里面 还是有人上班呀 你看多少车 不知道我们那个大办公室 毕竟有好多部门嘛 我们那个办公楼那么大 那个是我们同事我认识 我们一个女同事的 其他车就搞不清楚 这生产老大的 好吧 我就进办公室了 我就不录了 这个我也认识 这个我也认识 这是我们大办公室的 这是我们那个全台的 那个女士的 不知道还有哪些人 在录一个门 就是需要这个注意 请车场的树叶全部已经落完了 落的树叶已经被清扫完毕了 现在全是光秃秃的树 早上大雾 现在是阳光明媚了 一片很很很安静 没有什么车啊 因为疫情 请车场都是空的 大概一个月之前的时候 几周之前的时候 这条路上 那个叶子金灿灿的 非常非常漂亮 当时来这还拍了好几次 一个月一过 现在是这个场景了 哇塞 现在这个 这是我们公司的停车场 我已经没办法形容了 太漂亮了 现在真是金秋正当时啊 完全达到了最极致的时候 今天的风比较大 现在在车里面 还能听到外面呼呼的声音 这叶子现在 全部都变成了金黄色 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好